哈囉大家好 我是Haru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零食 是台灣沒有的日本零食喔 今天呢 買了兩種口味的東西 這就是這個 這隻叫Fugashi Fugashi 在台灣應該是沒有賣的 我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所以呢 我今天買的是黑糖口味的原味 另外一個是這個 有加黑糖加蜂蜜口味的 那這個廠商呢 因為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個是這樣長條形 一條長長的 然後另外一個那個黑糖的是比較短的 像這樣子 短短的 這兩款應該就是在 比較常在超市看到的包裝 這兩個 那這個呢 因為剛剛 被我女人扯開來吃了 所以變得 包裝變得很破爛了 抱歉 但是還是可以 給大家介紹吃吃看這樣子 其實這個和那個 台灣的那個叫什麼 芝麻球嗎 叫麻老的那個 東西是有點像的 只是吃起來就是味道不同 然後是日本是用黑糖去 就是純黑糖去做的 然後台灣是用芝麻這樣 好 那 我先從有黑糖蜂蜜的口味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給你們看看裡面長怎麼樣 外桿就是剛剛給你們看過的 這樣這樣 然後其實 這裡啊 最旁邊這裡 是最脆的地方 然後最有黑糖味 比較甜的地方吧 我最喜歡吃這邊 邊邊的部分 這個 很脆喔 它外面很脆 然後裡面是 很綿密的 看得到嗎 這樣 這樣 好像看不太清楚 反正就很綿密 比台灣的那個芝麻球還要在 密集的那種感覺 這個 我女兒一直在旁邊一直 拿走一直吃一直吃 這個 超好吃的 我吃一個看看 你沒有聽到 很脆的聲音 超好吃的 這個配茶 剛好 吃一個就會 吃不停一整包我可以吃完 我來打開那個 另外一包 黑糖口味的來吃吃看 這個 這個牌子其實我很少買 我都 我去超市都買那個 剛剛的蜂蜜苦味的 那個包裝的比較多 這個感覺也蠻脆的 那我先來切開來看看 你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樣比較有清楚一點嗎 有一點模糊對不對 這個比剛剛 剛剛比的話這個比較 空氣嗎 空氣比較多 然後比較沒有那麼黏的感覺 我先吃吃看好了 嗯一樣很脆 怕太甜的人呢 應該比較喜歡吃 這一個 後來的 開的這一包 然後 只是 口感的話就是差蠻多的 這個 比較 粗糙的感覺 另外一個 剛剛前面吃的那個是 真的很綿密 就是軟軟那種感覺 這兩個 吃起來 都不錯 只是呢 味道的部分 是 有點 不一樣 就是 這個比較不甜 這個 比較脆 對 然後 口感的話是 外面的口感是 一樣很脆 但是 裡面的部分呢 是 這個比較偏向於 台灣的 那個 馬老的口感 比較香 然後 這個的話 比這個 還要再 更 密集 綿密的感覺 對 所以 吃起來的話應該 這個會覺得 大家會覺得說 欸 比較有特別的感覺 就是沒吃過的 口感 這樣子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去日本可以去超市買看看 福菓子 這個東西唷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次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唷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